11月7日下午17点30分,贵州横峰制成足球俱乐部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了盛大的赛季交流总结会,原国家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丽,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州,贵阳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陈燕,贵州省体育局副局长宋广强等各级政府领导出席, 并对俱乐部2017赛季的成绩提出褒奖,对2018赛季送上了美好的祝愿,贵州横峰制成足球俱乐部是一支依托于本土,旨在发展贵州本土足球,为中国足球事业做出贡献的贵州子弟兵。 这个赛季我们曾经深陷保津泥盘,但通过投资人和教练组的运筹帷幄,球员们的不懈拼搏,我们最终以第八名的成绩结束了贵州本土足球的中朝第一个赛季。 这一年来,贵州横峰制成足球俱乐部在各方面都较去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一线队成期上,从不被人看好的将棋任门,在经历了低谷。 换帅之后,球员的球圣星自信心均有了值得改变,一波创造历史的五连胜和队史最佳的竹城五连胜,让我们一度攀升到积分榜地继位,出人意料的提前八轮保级。 轻讯方面,继续完善2016年构架的轻讯系统,邀请国内高水平轻讯教练组,在中超精英梯队联赛中战机不俗,对内涌现出不少的后起之秀,凭借逐步完善的基地建设水平,球队后勤保障,使球队构架更加完整,具体。 此外,贵州横峰志诚通过自身的足球资源行业优势,在推动贵州本土足球发展,普及足球运动的事业上身先士足,让更多的家庭孩子关注足球,爱上足球,使贵州职业足球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 职业足球,尤其是中超联赛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 贵州横峰志诚也表示,绝不能因2017赛季的成功而感到沾沾自喜。 2017赛季,贵州志诚横峰通过与国内老牌俱乐部加深沟通与交流,学习成熟的职业足球和联赛运营的经验,组织俱乐部员工前往欧洲参观,学习AC米兰波尔多。 尼斯等欧洲百年俱乐部先进的足球理念,并因地质一个结合国内足球现状,对俱乐部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良。 此外,通过加强俱乐部与贵州省各大高校、中小学的深入联系,并通过与国内高水平清训俱乐部的交流,增强清训教练员的业务水平。 执教理念,进一步完善俱乐部的清训系统,使孩子们接受高水平足球清训教学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好的文化知识补充。 总结会上,文小婷又梦幻一词总结了球队的赛季表现。 在一线队战机上,球队从不被看好的降机任门,经历了低谷换帅。 球队完成值得飞跃,以一波创造历史的连载,五连胜和队时最佳的逐城五。 连胜提前八轮完成保机任务,清训方面继续完善2016年构架的清训系统,邀请国内高水平清训教练组,在中超精英梯队联赛中战机不俗。 队内涌现出不少的后起之秀。 此外,贵州横峰制成通过自身的足球资源行业优势,在推动贵州本土足球发展。 曼萨诺在发言,重用非常完美来形容球队的赛季表现。 他也代表教练组对于俱乐部高层的付出,对于球员的执行力表示了感谢。 不过,对于接下来是否留任,曼萨诺也表示,还正在与俱乐部进行商谈。 自己也希望能够有缘与贵州队的球员共同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结会上,曼萨诺和他的教练为球队制造了一个精彩的视频集锦。 里面包括了球队在整个赛季的精彩瞬间,更是把每一个队员的高光时刻进行了剪辑。 这段视频一播放立刻引来现场一波波掌声。 横峰集团老板文伟也表示,今年可以说是曼萨诺至军友方,让横峰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明年肯定会非常困难,通常升班马都会在第二个赛季遇到很大的困难。 也希望贵州方方面面能够多多支持俱乐部。 球队也会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的成绩。 球队也会全力以赴争取更好。